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一个资料夹 这个就是我分享给各位的资料 那我们今天会 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新制图里面 的进阶教学这一个新制图 那各位今天上课其实都不用抄笔记 都不用抄笔记 那我们就是重点在各位了解跟互动的部分 那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个 这个是今天的内容 好,今天的内容 那其他部分我之后会再跟各位做简单的说明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 我的售后服务 我的售后服务都在脸书上面 那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需求 直接在脸书上面cue我就可以了 那我就会 就是有问必有答 就算就算我不会 我也会帮你找到可以问的人 让你去可以去进一步的去了解 然后这是 所以各位如果有有需求的话 就加一下好友 但是如果你的那个大头贴 不是本人的大头贴 然后名字又是英文的话 请你要私讯我 让我加一下 不然我不知道谁是谁 我很怕加到那个诈骗的 好,那这个是我的脸书的部分 然后另外在我个人的部落格 这是我个人的部落格 那你直接找 制造者时代文胜老师的创意天空 就找到我的部落格 那我部落格 对科技老师 那个文章的部分 对科技老师比较重要 但是对一般老师 就比较没那么重要 比较没那么重要 但是重点是我的右手边 有很多好用的连结 好用的连结 那我都习惯把一些资源 放在这个连结上面 那所以呢 如果是创课老师 我想这边应该是很有帮助 那非创课老师 也有一些地方是很有帮助的 欢迎大家爱用 那有一些教学理念 我也放在上面 那这是我本身的部落格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在 今天在结束的时候 今天结束的时候呢 我会抽奖 我们抽五包咖啡豆 我亲手为大家烘培一下 因为感谢 感谢大家的邀请 那个台南的邀请 有赞助到我的咖啡机 烘豆机的部分 非常感谢 好那我们就来 正式进入今天的课程了 那首先 我要讲一下我为什么 其实我早先 各位都知道我是玩创课的 但是在玩创课之前 我是在县里面协助推动资讯教育 资讯教育 那所以其实 我在86年进教育界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一个代课老师 然后我是五专是念电子科 电子科计算机组 就学那个程式语言 然后大学是念应用数学系 那也是修那个计算机相关的一些科技 写程式的部分 那是我的主科的部分 然后后来 辗转 被骗到教育界来 那进来之后 86年在那个 海边新色国小当代课 那其实我86年的时候 当代课的时候 我那时候第一次接触新制图 那可是自从接触新制图之后 我发现新制图这个东西 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各种能力都变好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学了新制图之后 我发现我的学东西的速度变快 不管是上网自己阅读自己学 或者是我一般在看书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做教学的时候 我去搜寻一些知识 我都发现我真的学习上面速度变得很快 然后我的工作也越来越调理分明 我其实我现在51岁了 我发现这20几年来 我觉得让我人生中最大帮助的 其实就是新制图这个工具 所以我现在不管是教学研习 人家都提供简报 我提供新制图 我现在已经很久不做简报了 除非比较特殊的场合 不管是在教学上或者是工作上 或者跟人家讨论事情 或者是一些工作 会议记录 计划等等 我全部都使用新制图 所以很多人就会 很多人其实在 在我办的很多研习办完之后 很多老师都会问 就会直接可能是跑来就赞美你一下 然后跟你说 不晓得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那个事情都很调理分明 工作同仁也是这样子讲 其实秘诀就是在新制图 那后来到107年 那个新课纲开始出现的时候 新课纲里面在科技领域里面 在资科的核心 最后的核心 他是希望我们在资科的教学上 把学生教会运算思维这一件事 那运算思维这一件事 其实后来我们深入去了解之后 发现它其实 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在这个方法的 五种方法的学习里面 我发现除了写程式 可以教运算思维之外 我发现学新制图 可以更能够充分的去 学习运算思维这一件事 那所以它真的是一个万用的工具 那它的重点其实很简单 它重点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它有点像 像我们如果早期 各位有追过一些红蓝 那它会讲那个脑神经科学 跟学习的关系 那我们在 在那个 在学习的时候 刚开始的学习是 你学的东西会进到你的工作记忆 然后如果学习的量很大 会产生一些认知的负荷 你可能一下子吸收不了 但是如果你用新制图来学 你会发现一件事 各位都知道那个海绵的原理 当你海绵充分吸水吸完了之后 它就没办法再吸水 所以你的工作记忆区满了之后 你的认知负荷达到 达到那个饱和的阶段 你就没有办法再吸收新的记忆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上一些言行 你就会发现 可能前两个小时很认真 然后后面就恍惚了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就是你的大脑的容量满了 所以如果你用那个新制图 它就像 就像你的海量的知识 进到你的脑袋之后 然后它会把它压缩压缩压缩 压缩变成一个关键字 变成一个符号 那你把这个符号 丢在新制图的某一个节点之后 你的脑容量的那个工作记忆区 会瞬间清空 瞬间清空 你就可以再继续去学 下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学一学之后 又把它压缩压缩压缩 因为你越来越熟了 压缩之后呢 又变成一个关键字 又放在一个 新制图的一个节点里面 这时候脑袋又再度清空 所以当你这样开始 这样去做你的学习之后 你就会发现 好像第一个学习变轻松了 脑容量不会那么容易 就满了 第二个就是你会可以释放 然后可是你学的东西又浓缩在那个关键字里面 所以很快的学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快 所以那个海量的知识会很快的浓缩在你的新制图里面 等到你下次你突然想到说 我上次那个研习 老师好像有讲到某些点不错 要拿出来复习的时候 把那个新制图一打开 其实不用20秒钟 你看到那个关键字之后 你就可以马上再恢复当时的记忆 然后当时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在不管是学习或者工作上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今天也会分享到一些简单的记忆原则跟怎么去复习跟快速记忆的方式 那我想不只是老师用这个好工具 我觉得如果你交给你的学生 你的学生如果会用常用 把它当作一种随身的工具 变成一种素养的能力的话 我觉得你是在造福这个孩子的一生 那所以这是前提的部分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了 那我想先问一下各位 对就是不晓得各位老师 你在 这样好 我问一下 你已经有用过新制图 而且你经常使用的 请你在讯息列打S 如果你用过 但是不常用 请你打Y 我用过Yes 如果你还没用过 你打N 经常使用的打S 就是super的意思 请各位老师 在讯息里面稍微回应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状况 因为其实我的课都没有预设说要 有上过课的人都知道 都没有预设说要上什么 那我可能会依据那个 就是听众的状况 我会随时调整一下内容 还是有蛮多老师还没用过 我觉得没用过老师 今天是赚到了 因为这个工具真的会 你常用它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 好 那我大概了解了 大概有一半 有一半老师还没用过 那有一半老师用过 可是还没有看到那个super的 常常在用的 我觉得有点可惜 没关系 经过我今天讲解之后 我希望各位可以 可以常常使用它 好 那我再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 好 那个上一个问题 就先不用再回复了 各位老师 如果你是资讯领域的 科技领域的 请你yes 一样打y 那你不是资讯领域的 请你打n 好 我要了解一下各位的领域 在讲解那个例子的时候 我会就是 会用不一样的选择这样 好 看来那个非资讯领域的 应该比例上比较多一点 好 好 那 跟各位说了 其实新制图它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生活的素养 好 那未来你出社会工作 它也是一个工作的素养 它真的不是科技领域 才用得到的东西 好 它真的是你可以随身利用的 一个工具 好 那我接下来就进入主题了 那我们先 先来简单的操作一下 新制图 我想之前因为简老师应该有跟各位提过 请各位先安装Xmine 先安装Xmine 所以麻烦各位 把Xmine打开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主题 所以请各位到你的 把画面切换到你的Xmine上面 那我们 我教的不会很复杂 因为我也只有用到几项功能而已 那我想还没有用过的老师 我们先练习一下简单的工具 好 那在Xmine的画面里面 你直接新增一个主题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的 新建档案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的选项 那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最左上方这个最原始的新制图 那其他的呢 就是有机会 你再试试看就好 然后 它的这个版面其实也是之后可以调整 所以我都习惯先用最左上角这一个 好 好 那 你建完一个新制图的时候呢 我们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空白画面 然后中间呢 是你的主题 所以我们通常 点两下就可以把你要 设定的 主题 呃 写在上面 好 那所以你把它打进去之后 这个主题就会放在中间 那怎么样增加节点 呃 你直接选到你的上一层 好 比如说我现在是第一层嘛 那我如果要增加下一层 比如说 我今天在在讲那个新制图的网站 那我跟你讲了说 工具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叫Xmine 那你要去记录它的时候 好 那你就直接在这里 直接按insert 就是那个 这个按钮 insert 插入那个按钮 那当你按了插入之后 它就会多了一个止节点 多了一个止节点 那这个就是 关键字里面打的就是关键字 所以你就可以把Xmine打进去 所以它的用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听到什么是重点 我就直接在这里按insert 所以你在当你点这里的时候 它按了它会在下一层新增一个止节点 那如果你要在同一层这个叫第一层 第一层要增加新的节点 你也可以在这边按enter 按enter 它是在同一层增加止节点 那所以其实这里呢 我们就会跟小朋友讲 就是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可以打开电脑 可用book或者是电脑 或者是手机 也有app版本 那通常我们在记 或者他用笔记本在记笔记的时候 上课其实最重要的是听讲跟理解这件事 绝对不是记笔记 那可是 以前老师都会表扬那个笔记记得很漂亮 写得很复杂 很多颜色 各位那种笔记是观摩用的 它没有办法促进你的学习 那真正的笔记呢 应该是怎么样 记关键字 就是你上课的时候 很认真的听老师讲解 然后把那个关键字记起来 就是比如说我讲到 怎么去做记忆 那你就把 把那个记忆的部分 就把它直接key在这边 那我可能等一下会讲到一个想象 你就把想象key在这边 如果放错位置呢 直接拉着 放在这里 它就可以移动位置 所以你可以就直接随时增加 随时增加 随时增加 然后呢 那你觉得位置不对了 就直接拉着过去 直接拉着过去 就可以接 就可以改位置放 这是使用Xmine最简单最简单的用法 最基本的用法 所以你必须要会增加节点跟移动节点 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点练习 好所以这个是Xmine的基础的用法 那各位不晓得有没有问题 在这个部分 那我想这个部分 因为各位应该都资讯能力应该都还还不错了 那这也没有很复杂的功能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比较快的跳过去 好 那所以这个是使用Xmine的时候最基础的使用的方式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各位麻烦你到 把你的浏览器打开 我顺便先讲一下 以往那个老师在学新制图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语文领域的老师 他很喜欢让小朋友去画这样子的新制图 好 那这个东西也不错 也不错 但是对我 我今天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是一个比较重效率效能的老师 那 当然中年级呢 他有一些图案 然后有一些 关键字 或者一些绘画的东西放在里面 这是让他们比较有兴趣的一个做法 那是很不错的做法 然后呢 可是当你在身上高年级 或者是说你 这个已经绘画了之后 那你要自己要把它拿来当作一个随身的工具 随时想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会对你有一点复杂 因为我们说实在的 我们在使用一个工具的时候 如果这个工具简单到让你可以随时拿起来用 那才会变成你的工具 那可是如果这个工具很复杂 那复杂到 你要注意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 这个线呢 一定要夺弯曲 一定要接到哪里 然后那个幅度一定要怎样 然后每一支的颜色一定要怎么不一样 然后每一支的颜色一定要怎么不一样 或者是一定要只能向上弯 如果那个讲究的点太多 它就永远不会变成你常用的工具 所以我把我的新制图叫做实战新制图 不是这种商业型的新制图 那我也奉劝各位在使用新制图的时候 不要去太在意它的这些小规定 不要太在意这些小规定 那所以我这边其实有跟各位说一下 在我简介的地方 这个等一下我会再做说明 那我们就先来做 反正各位就不要太care 那个商业的商业新制图的操作手法 那就是单纯的记重点 记关键字或者记关键词 那如果那个内容你还不是很熟悉 你要记关键句 那也都OK 所以用久了就会是你的 你不用太去care它一定要长成什么样 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 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练习上面 那请各位 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小的练习 请各位去搜寻一下 心理学常用着 心理学常见的18种常见效应 然后你会找到一篇文章 你会找到这一篇文章 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内容农场出的文章 各位稍微看一下 请各位先找一下 如果找不到的话 再说 请各位找一下 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呢 怎么样去自学 怎么样去自学 所以你用任何 不管你是上网 Google找一些新的知识 或是说 你去书局翻阅书籍 或是说你去听Podcast 或者是听那个YouTube上面的一些人家的心得分享 那你在看这些大量的知识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产生你的新制图 我们先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 那包括你把 你如果要打开课本也可以 打开课本 国语课本 自然课本 社会课本都可以 请各位找一下这个网站 好 找到之后呢 麻烦各位 我们利用最短的时间 你稍微阅读一下 然后呢 把你的 那个空白的新制图 摆在旁边 你可以开一个新的 这时候如果你有双荧幕 就会 就会非常方便 不管是在MIT的操作 或者是 这个个人学习上面 那我的习惯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会开双视窗 或者你双荧幕的话 就直接开双荧幕 然后呢 直接开一个新的 那你的主题呢 假设我们今天要学 简单的教育心理学 简单的心理学 那我说 所以我中间呢 我就会把主题放在中间 好 然后 这种文章还比较好 它不是很杂乱的 所以它一定会有个标题 好 第一个 可能你学 想知道是蝴蝶效应 那你就把蝴蝶效应 直接 Ctrl-C Ctrl-V 好 点这里的时候 按Ctrl-V 它就会直接贴出来 那变成一个止节点 好 然后请你稍微看一下 这一个什么蝴蝶效应的内容 你稍微理解一下 理解之后呢 把你的重点用一句话 一句话直接key在这边 所以当你去 理解完这一个文本的内容之后 你对蝴蝶效应的了解 你用一句话把它key在这边 好 那当然能够越精简 代表你对这一 你对这一个文本的内容 越了解 那如果你在 还刚开始第一次读的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你可以多记几个字 或者整句 或者两三句 其实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这是代表你对这个蝴蝶效应的理解 那我们不要做全部 我们做前面十个就好 我们练习的时候 各位先做三个就好 做三个就好 好 好我们给各位 五分钟 应该够吧 好我们开始计时一下 那那个练习的老师就 就一边练习 然后顺便喝口水 上个厕所休息一下 五分钟开始计时 你把你阅读到的内容 阅读到的内容 跟那个标题 你把它key在你的空白的心智图上面 好 好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 用你自己的话去改 你不用一定照着里面的内容 好 那如果有问题 老师可以在那个讯息列上面输入 或者是直接举手开麦克风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有一半的老师还没用过新制图 那所以我们还是稍微给一下这样的练习 那我们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呢 会大量分享那个各种不同类型的应用 今天就是会有一些小练习 让各位熟悉新制图这个工具的使用 那新制图这个工具 除了电脑有单机版的 它也有那个浏览器版本 所以它可以跨平台使用 可以跨载具 跨载具 所以你用iPad 用这个Android的手机平板都可以使用 那也有App可以用 好那如果你要用纸本 等一下我也会跟各位讲一下纸本怎么操作 然后等一下也会有一个Gembo 就是远距互动的一个练习 也是新制图的原理 还有云端也可以共作 这个等一下都会给各位练习到 所以今天主要是让各位体验一下 这个工具怎么使用 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小的新制图的 阅读学习的栽药练习跟一个记忆 背诵记忆的一个小练习 我听二贝工的报名 很緊張 緊張啦 緊張ogene 高 below 我先撒 清楚事先� 换你了换你了 我只要辛苦你了 天天再加我的天 教我,走到丫头,小眼 我雷先上去交四 但如何做最甜 我想像困难 我想像做到丫头 最后最开的眼神 我想像困难 我想像困难 最后最后所来就锦统 愛賓愛賓愛賓 愛賓愛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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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時間到 好那 好我想各位 對這個簡單的操作應該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都沒看到老師在反應什麼問題 好那麼接下來 好 各位你練習你不管十個做完了沒 都沒有關係 我們給各位的那個 資料裡面 我們給各位的資料裡面呢 這邊有一個練習 有沒有 好麻煩各位直接開 那 請你開這一個 社會常見理論十種 請你開未分類這一個 未分類這一個 好 直接把它打開在你的新制圖 所以剛剛 你還沒有練習完的就 不管了 就請你使用我的 這個底稿 來做練習 好那當我們去 好各位先開一下 那當我們去在 其實 其實新制圖它是一個很棒的 自學的工具 就是能夠增加你自主 學習能力的一個工具 那所以當我們遇到 那種想要去了解的新的知識 比如說你是一個老師 那可能現在 翻轉教育很熱 可是你又不知道什麼叫翻轉教育 那你就可以用 翻轉教育這個關鍵字去Google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文章 你就可以像這樣把它摘錄起來 那摘錄之後呢 其實你看了幾篇文章 做摘錄之後 你就會有自己的想法 對那個翻轉教育 也會有一些比較深入的認識 那所以這是一個 快速學習的方法 好那我就 我把剛剛那個網頁裡面的 前十種社會常見理論 我簡單的做了摘要 在這個示範的檔案裡面 好那所以各位 剛剛應該也稍微有閱讀過 那我們稍微講解一下 我接下來要講解的部分 就是你的閱讀的理解 跟摘要 跟把它變成這個新制圖摘要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呢 是我們運算思維裡面 一個叫做抽象化的一個能力 抽象化的能力 那他也是在海量的知識裡面 你去海底撈針的時候 海量的知識裡面撈的時候 你會撈到一些重點 你把這個重點呢 把它撈在你這一張新制圖裡面 然後把它組織在上面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羊群效應 各位應該都已經對他有點理解了 羊群效應呢 就是那個領頭羊的故事嘛 所以當有一件事情大家群龍無首的時候 這時候只要有一個人出來喊 只要有一個人出來喊說跟我走 這樣做 那這時候呢大家就會跟著做 這個叫羊群效應 那他也是那個 民進黨 常常在炒風象的那個方法 社會運動的一種方法 羊群效應 那蝴蝶效應呢 他是就是一隻蝴蝶拍動翅膀 然後可能在哪裡引起一場龍捲風 這個當然是有點誇大 但是他的重點是說 剛開始的小事 你如果不去理他 最後他可能會變成一個很巨大的事情 那青蛙現象呢 是說 主青蛙的過程嘛 所以如果一開始呢 一開始變化的時候你不去注意他 那可能到那個已經溫度到100度C的時候 你想要逃你就沒力了 來不及了 他是講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鱷魚法則是說 當你被鱷魚咬住腳的時候 如果你越掙扎 越掙扎 那他就會咬得越緊 那所以你唯一的方法就是犧牲那隻腳 好 鯷魚效應是 沙丁魚在運輸的過程中存活率低 那所以你裡面放一條鯷魚 鯷魚是沙丁魚的天敵 那所以那個鯷魚在動的時候 那個沙丁魚就很緊張 一直到處動 然後有運動就會增加他運輸過程中的存活率 那所以呢 像我們那個像我們這種老師 如果被借掉到教育處去 那些公務員就會被我們攪動 然後他們就會效率好一點 好 我真的 我都隨便亂比喻了 好 那鯷魚法則就是 兩隻鯷魚 如果在冬天很冷的時候 他們想要相互依偎 那因為都有長刺 所以太靠近會刺到 然後太遠呢 又不夠溫暖 所以他們會找到彼此最合適的距離 那手錶定律是 如果只有一隻手錶 大家看著這個時間 就 就 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有三個人在一起 有三隻手錶 那三隻手錶的可能都會有一點誤差 差個幾分 差個幾秒 那所以你就會不知道現在到底是幾點幾分 好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破窗效應是說 如果有一個窗戶被打破了 然後你不去適時的修補它 那不久這個地方其他的窗戶也會被打破 那鯷八法則 就是八十二十法則 就是重要的通常會是那百分之二十 那不重要通常會是百分之八十的部分 那木桶理論就是 你要做成那個木桶會有很多片木板 那木桶能夠裝水的量其實 取決於最短的那一片木板 好 那這是一些常見的一些社會理論 那各位在經過你的了解之後 你把它摘要成這樣的一個心智圖 好 摘要成這樣一個心智圖 好 那現在呢 要各位要做一件事 你就是了解之後 你把這個後面有一個加號 減號這個有沒有 你把它收起來 你把它點一下收起來 好 點一下收起來之後 你只剩那個第一層的關鍵字 好 這時候 就是驗證你到底理不理解 這個內容的時候 好 所以如果你要確定學生 到底有沒有理解這個東西 你把後面的東西解釋 把它收起來之後 來 請你講一下 什麼是羊群效應 或者請你自己 如果是自己學的話 你就在腦袋回想一下 什麼叫羊群效應 如果你想得出來 想出來之後 你把它打開 對照一下 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如果是一樣的東西 證明你已經充分的理解 羊群效應 好 這是驗證的方法 那如果你想不出來 沒關係 打開來偷看一下 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如果 看過了 回想過了 再收起來 腦袋再冥想一下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叫做羊群效應 那如果你再次打開之後 發現你已經理解了 理解了 理解了之後 收起來 其實以後 你對羊群效應這四個字 只要一講出來這四個字 你就已經完全充分它背後 充分了解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你就不用再去 打開後面這些東西 那也就是說 你已經剛剛看了那一大篇的文章 你剛剛看了這一篇的羊群效應的文章 那一堆字 經過你的理解 經過你的抽象化之後 它已經變成羊群效應這個符號 好 所以以後你只要跟這個有關係 你就想到羊群效應 好 所以當眾人沒有 眾人都沒有任何想法的時候 我可能理解比較多 我就站出來喊說 來跟著我這樣做 好 所以我們最近也在做一件事情 在 現在科技領域 因為是新的領域 那所以 很多老師在科技領域上面 他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不知道要怎麼辦 所以 我們比較了解的人 我們就會去 特別規劃了一個步驟 我把這個步驟簡單化了 所以 當你們不會教科技領域 或者你可能 不知道怎麼教科技領域 才能教到核心 那請你就跟著我 這六個步驟這樣做 那你只要照著這六個步驟做 你就可以很簡單 教到科技領域的核心 所以 各位在做那個教學的時候 你們常會聽到什麼 MAPS 什麼翻轉教育 什麼 他們就是屬於那種領頭羊 好 那所以各位老師 請你花兩分鐘的時間 確認一下 你是不是了解每一個東西了 好 給各位兩分鐘 兩分鐘 我們現在是在練習那個閱讀理解的歷程 好 請各位去 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 然後冥想一下 那個內容 然後想出來之後 再打開 確定一下 是不是跟你想的是一模一樣 好 如果想的一模一樣 代表你已經完全理解 這個關鍵字 好 那 像這種 經過整理過的資訊 做新制圖是最簡單最方便的 那所有國中國小的課本 其實都是整理過的資訊 所以學生在使用新制圖做閱讀理解災要的時候 其實特別的方便 好 那當你這個簡單的東西匯了之後 將來你自己去自主學習的時候 你要上網去Google一堆海量的資料 那些資料可能都是沒有系統的 那沒有系統的 你等 你之後會要做個分類 分類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也會講到 好 請老師就確認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在模擬那個教學學習的過程 現在是做閱讀理解的部分 確定你都理解了這十個東西 因為你要你要記憶其實要先理解 先理解才能記憶 好 好 我們時間到囉 好 那現在各位已經完全理解這 十種東西了 那麼接下來 我們要做第二件事 就是當我已經完全理解這些知識之後 然後我也把它抽象化出關鍵字 把它丟在這個第一層的節點之後 那如果將來這個東西是要考的 那或者說我想 我想對他更深入的了解 我想把它記起來 想要把它背起來 那這時候就會牽涉到一個 工作 腦袋工作容量的問題 那一次十個東西 很難記 很難記 所以像你的電話號碼 為什麼都七個字 辦公室電話號碼 846-2860 你的手機 09-12519-373 十個字對不對 你要一次記就會很難記 因為你的 根據他們的研究 就是你的我們的一次的工作容量 是腦袋裡面一次是七個字 然後根據每個人的不同的 腦袋不同的結構 能力的不同 他會加減二 就是比較爛的人 他可能一次可以記五個東西 那比較厲害的人 可以一次記九個東西 那所以平均值是七個 所以當你呢 你會發現你的手機一次十個數字 你要一次記那十個數字 其實不方便 不好記啦 所以通常我們就會把它做一件事 你會發現那個記手機 都0912 然後一槓 519373 他已經把它分成兩堆 對不對 他分成兩堆這個用意 其實就是在說 就是在方便你的大腦記憶 把它分堆 那分堆那每一堆呢 就低於七個以內 就會比較好記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們這十個你要一次記 真的很難記 所以你必須把它分堆 那分堆的時候 就要靠你的想像力 什麼叫想像力 你可以看一下這十個東西 如果你要分堆 分成 十個最少要分兩堆嘛 才不會 就是高過七個 所以你稍微看一下 羊群 蝴蝶 青蛙 鱷魚 鱷魚 破窗二八木桶 好 這時候 有沒有人想到要用什麼來分類 你可以在訊息列上面 打一下那個分類 有沒有老師覺得要用什麼方式 用哪一個關鍵來分類 各位自然科應該好像四年級就有學過二分法 對不對 二分法要找一個可以區分的關鍵出來 對不對 好 動物名稱跟非動物很好 簡老師厲害 好 所以你看 這邊 這個都是好像都是動物界的 然後 可是左邊這邊都不是動物 所以如果你把它分成動物跟非動物 好 所以你就再增加一個指節點 叫做動物 然後再增加一個叫做非動物 好 然後呢 我就把這幾個動物的就拉到動物後面 好 那我也可以一次拉 那個如果你要複選的話 可以按住Ctrl 好 就可以複選 然後就直接拉到動物後面 然後那個非動物的呢 一樣這樣脫曳也可以 直接拉到非動物這邊 把它分成兩堆 然後他也可以換邊放 換邊放 他不給我放 好 這邊沒關係啦 這個之後我們再調整 好 那你就發現 我可以很簡單的把它分成動物類的跟非動物類的 好 好 那動物類的就一二三四五六六個 就低於我們的記憶負荷的容量 好 低於記憶負荷容量 那這樣子的分類就其實就是蠻合適的 好 對 那個現在我們目前用動物 那你當然可以想到不同的分類的方式 這個隨便你 好 這是在我們的記憶的一些技巧 好 那再來 下一步 我們要去記他的時候 好 要去記他的時候 好 如果你這六個動物 你就直接這樣背 其實也不好背 對不對 又是羊 又是蝴蝶 又是青蛙 又是鱷魚 又是刺蝟 好 那 有的人可能會再度把它分類 好 比如說 這看起來好像陸海空都有 對不對 陸海空都有 那我就再把它分類 方便記憶 所以你簡單的你在動物下面 再分個路 海空 好 那這個是陸地的 陸地的 然後 那個水 水深的應該是水了 然後蝴蝶空中的 好 那這個分類你隨便取 沒有一定要怎麼樣 對錯都沒有關係 這是你自己記憶方便的 好 所以你會有陸海空 陸海空 那 你就知道說 我陸地 陸地 有羊群跟刺蝟 然後 水深的 有青蛙 鱷魚 跟鯇魚 然後 在空中飛的 有蝴蝶 好 你就稍微 分類一下 然後這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好 說起來我們就來恢復一下記憶 好 陸地的 恢復一下 好 那陸地的有什麼 有刺蝟嗎 還有呢 羊對不對 羊群 刺蝟 好那海 海的有三個 水的 水深的有三個 有鱷魚 有鯇魚 還有一個什麼 如果忘記了呢 打開再看一下 還有青蛙 水深的 鱷魚鯇魚青蛙 就有點印象 好 水深的有鱷魚 鯇魚青蛙 那空中的有蝴蝶 只有一個就很好記 好 所以 你就可以稍微再 去複習一下 然後最後可以再收起來 欸 動物有六個 陸海空 陸地的 就是 羊群跟刺蝟 然後呢 海 水裡面的 有鯇魚 還有青蛙 還有鱷魚 然後 空中的有蝴蝶 對不對 這樣六個 你就可以把它記起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子就把六個記起來 好 那 這是我們第二 就是 你在記憶的時候 會有一些 小小的技巧 你要去把它分類 分堆 分類 然後分到你覺得好記的為止 好 這是 最簡單的層次 最簡單的一個 記憶的方式 好 那所以現在你已經把六個 記起來了 好 給各位一分鐘 各位把它記一下 好 一分鐘 這個是 這個鬧鐘是Windows本身的功能 所以你只要在那個搜尋那邊 直接打鬧鐘 它就會出現 這個在遠距教學很好用 Windows本身就有 不用另外裝 好 各位記一下六個東西 你把它分成 路深水深跟空氣 一個兩個三個 這樣六個就一次記起來 好 好 好 時間到喔 好 好 那麼我想各位應該已經把這六個東西記起來了 好 那 呃 其實呢 我們還有更進階的 記憶的方法 因為你看剛剛那個簡單的分類 你這邊 動物這邊很好分類 對不對 但是在 非動物這邊 你會發現 欸 那我這個好像 沒找不到什麼特殊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不好記 好 如果用這種 這種 可以 因為這個剛好可以比較容易找到規律 那這個找不到規律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用另外一個方法 呃 記憶 最好用的方法 兩個 第一個是關聯 第二個是 想像 好 想像跟關聯 這兩個是 我們在 呃 學習記憶裡面最簡單 最好用的方法 好 那我來跟各位講一下 嗯 那個 怎麼樣去把他們做關聯 好 所以 你可以在 這六 六個 六個 六個動物裡面 你去想一件事情 你去想像一個畫面 想像一個故事 請你把眼睛 請各位把眼睛閉起來 好 好 當然這個故事要自己編的比較容易記得住了 好 那 可是我現在做一下示範了 好 好 那其實我是應該要叫你 各位自己編一個故事 好 好 那所以各位呢 呃 我現在直接示範 好 現在假設 我編了一個故事 我把這十個東西 放到我的故事裡面 然後在編這個故事的時候 同時你眼睛閉起來 腦袋要有那個畫面出來 有畫面出來 才可以利用那個多元智慧 各種感官融入 多感官融入 會更容易記憶 好 所以我們來編一個故事 好 各位也可以自己想一下 好 我們來假設有一個人 在 泡澡 就是 有一個 好 有一個曼妙身材的美女 二八年華的美女 二八 二十八歲還很美 美女在 泡在木桶裡面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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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在 呃 她家很大了 所以她的 她是這種 那種獨棟的 呃 台南地很大 所以她的那個窗外 是一大片的 呃 美景有山有水 有湖 有湖 所以這時候呢 在那個 呃 天空 在那個草地上 有隻蝴蝶 在草地上 飛舞 好 飛舞 然後這時候 在湖邊的青蛙 看到了這隻蝴蝶 好 她想要去吃她 好 想要去吃她 的時候呢 就 正要離開水面 嘴巴張 嘴巴張開 然後正要把舌頭 吐出去的時候 然後 那個湖裡面有隻蝶魚 看到了那隻青蛙 好 那個堂堂補償黃雀在後的故事 好 看到了那隻青蛙 所以她就 游到她的身後 想要去吃那隻青蛙 然後這時候 鱷魚 跟剛好很久沒吃飯了 好 那各位在想像的時候可以多加一點那個身體的感官 眼睛看到的 聽到的 聞到的味道 肚子餓的感覺等等 把這些感官加進去 那個你的畫面會比較豐富 記故事也會比較容易記 好 那所以那個鱷魚就在後面 好 就想要去吃它 吃它 然後 就在這個時候呢 那個 這個很緊張的時候 然後畫面就切換到這個草地上 那個羊群 正在陸地上吃草 然後吃 吃草吃一吃呢 你看 各位知道羊什麼都吃嗎 有一次我們學生 羊跑到學校裡面來 他竟然去咬我的那個筆筒 去吃我的鉛筆 所以那個羊什麼都吃 那他就 剛好在那個草地上吃草 那吃草吃一吃呢 那刺蝟在地上活動 他沒有注意到去吃那個刺蝟 然後去碰到刺蝟的刺的時候 就被刺到就嚇了一跳 然後嚇了一跳 就 就 狂奔 狂奔就去撞到 撞破了那個剛剛那個洗澡的美女的窗戶 撞破那個窗戶 那個美女呢 洗澡的美女 28年華的美女 在木桶裡面泡澡那個美女 被撞破窗戶嚇了一跳 看了一下手錶 想起來今天十點有邱老師的課要上 手錶 所以我們把這十個東西 把它變成一個故事 然後在腦袋裡面想像成一個畫面之後 來各位 你把那個故事 把那個故事 在腦袋裡面再重複一下 好 那個 羊群在草地上吃草 然後呢 蝴蝶在草地上飛舞 然後這時候青蛙想要吃蝴蝶 然後鳞魚想要吃青蛙 鱷魚在後面虎視眈眈 然後羊一邊吃著草 一邊玩弄著那個蝴蝶 一邊跳一邊玩 可是去吃到了刺蝴 然後刺蝴呢就衝到 就衝到那個農舍 撞到了撞破了窗戶 然後那個二八年華在木桶裡面泡澡的美女 就驚嚇一下 看了一下手錶 好 現在十點了 要上邱老師的課了 好 你在把那個腦袋裡面把這個故事恢復了 恢復記憶之後 那個畫面都有了之後 我們現在把它收起來 好 來麻煩各位想像一下 在你的腦袋 我現在都不要講話 我給各位一分鐘兩分鐘 各位去想像一下 剛剛那個場景 好 各位想像一下 剛剛那個場景 整個故事 眼睛閉起來喔 讓那個故事 在你的腦袋裡面 開始出現 好 如果是女生 當然可以是帥哥啦 不一定要美女 越誇張的越好 在記憶的這種技巧裡面 越誇張的東西 越容易刺激記憶 你的那個腦神經連結 也會越堅固 好 開始想像 如果真的想不出來了 沒關係 你可以偷偷把它打開 偷偷再看一下 再把那個故事接續起來 好 好 時間到 好 好 不曉得各位 有沒有感覺 就是 你去想像這個故事 把十個東西都記起來的時候 你會突然覺得 背東西好像沒有很困難對不對 背東西沒有很困難對不對 好 那剛剛 根據剛剛各位的這個冥想 冥想 冥想 冥想是最好用的方法 冥想是最好用的方法 因為你不能帶他出去外面 看不到那個 那個真實體驗那個場景 那這時候冥想最好用 好 所以你把那個故事想出來之後 你就把十個東西 寄出來 寄出來 那你寄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那十個理論給 講出來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就來複習一下 好 那蝴蝶 在天上 在草地上飛舞對不對 好 那蝴蝶效應 就是小事情 最後會變成很大的影響力嘛 好 然後他在草地上飛舞 那個羊呢 也在草地上吃草 羊群理論 就是那個 大家都沒意見的時候 有一個人站起來喊說 跟我走 那個叫羊群效應 好 然後 也在那邊吃草 然後在 草地上 那個湖邊的青蛙 就想要吃那隻蝴蝶 青蛙 那個煮青蛙的理論對不對 就是你在沸水裡面 好 那個溫水煮青蛙 如果你 你先把它丟進冷水 然後才開火 好 慢慢煮他就不會發現 不會想要跳 但是 如果你 先煮水 煮滾了 那個再把青蛙丟進去 他一下子碰到溫度很高 他會跳出來 好 所以你在平常在應用上面 其實就是慢慢來 慢慢來 你不要一次 一次給人家太嚇人的東西 他嚇到他就會拒絕學習 好 好 再來就是 那個鯉魚就會想要吃那隻青蛙 鯉魚效應是什麼 就是你要 你要在 在一堆那個很懶散的人的中間 安插一個 安插一個 不同領域的人 他就會去讓那些人可以整個活絡起來 好 這個是鯉魚效應 然後再來那個鱷魚就要想要吃那隻鯉魚對不對 那所以你遇到鯉魚的時候 有時候要犧牲那隻腳 你不要在那邊 你投資萬一有一點失利的時候 趕快就要抽 就要這個瞬間決定 就馬上 好 就斷尾求生了 好 所以那個鯉魚就想要吃 那個鯉魚 好 好 這時候那個鯉 在 鯉魚就去 碰到 在草地上一邊吃草一邊玩弄蝴蝶 那這個危機就即將發生 然後這時候鯉魚就不小心去刺到刺蝟 那個刺 刺蝟理論 就是兩個很厲害的人在一起 就會有些距離 保持那個距離又可以有朦朧的美感 然後又可以互相取暖 又不會被刺到 好 然後 然後 這時候呢 那個羊被刺到之後 就 拔腿狂奔 就去撞破了農場的窗戶 然後 窗戶 破窗理論嘛 所以就是 你 如果有一個窗戶被打破了 你要趕快去維護它 好 不然的話 其他的窗戶也會 很快的就被打破了 所以 破窗理論 好 所以就驚嚇到了那個 正在 是 木桶裡面泡澡的 二八年華的美女 那 所以 木桶理論就是 你那個木桶裝的水 取決於最短的那片木板 所以 如果你要把你們班 全部帶得很好的話 你一定要把那個最爛的那個 成績最差的學生把它帶起來 把它帶起來之後 你整體的 全班的學生的教學成效 就會跟著整個好起來 好 所以這是木桶理論 然後 那個二八 百分之二十的人 往往決定百分之八十的 你的 績效 所以 你就 如果我們在企業裡面 我們裁員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 最後的 最後那百分之二十裁掉 然後 讓百分之八十的人 有警惕對不對 那或者是說 你在學習的過程中 我們會把百分之 呃 其實我會用百分之二十的時間 每一顆 就是你重要的那幾顆 我能夠讀到百分之八十 能夠讀到八十分就好了 我把剩下的二十分 那很難達到那二十分的精 的百分之八十的力氣 我寧願把它用在 其他的科目上 那你可以用很簡單的 二十分的力氣 可以達到那幾顆 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的效果 好 那個二八理論 然後 最後一個是什麼 就是那個被驚嚇到的 那個二八年華的 從那個木桶裡面跳起來 想到看一下手錶 想到十點了 要上邱老師的課對不對 好所以手錶理論 好所以 在一件事情 在一個討論裡面 不要有很多的標 很多的標準在裡面 你會 很多標準就會無所適從 好 那所以你就 這樣子根據你剛剛 一邊複習那個故事 一邊把你學到的那些心理學的原理 講出來 講出來之後呢 哇你就發現 哇這十個 我就利用剛剛的整個流程 不到半個小時 我十個就全部記住了 好 那各位 剛剛你有跟著我做這個練習 而且你有把這十個東西 十個 教學理論 十個社會常見的理論 好 那怎麼運用到教學 我們明天下次再講 好 好 那你把這個十個東西全部記起來的 你覺得這個 還方法還不錯的 請你在訊息列上面打個Y 打個Y 打個YS好嗎 好你剛剛有跟著做 你發現有效 而且現在你十個可以記的起來 好 你就在上面打個Y 好 那你會發現 好 透過這種方式來學習的東西 可以記的比較久 那如果你要記的更久怎麼辦 複習的頻率 好 所以 等今天上課 完了之後 各位在今天睡覺前呢 請你把你這張新制圖拿出來 看一下 然後利用三分鐘的時間回想一下 今天的整個故事 好 這樣就夠了 然後你在 下次上課之前 你再把你的新制圖拿出來 好 那其實一兩分鐘 你就會完全的恢復記憶 你就會發現 這樣的一個學習的方法 欸 他在做複習的時候 也很快 你新制圖拿出來看一下 一整一整張的新制圖 這麼多十樣的內容 你卻突然發現 你好像差不多半分鐘 就解決了 就恢復記憶了 所以很適合利用 拿來零碎的時間去做複習 所以比如說你就把這些新制圖 印一下 把它放在廁所那個衛生紙旁邊 你在回家在嗯嗯的時候 就拿起來看一下 欸 跟你講真的很有效 新制圖看一眼 整個記憶就恢復過來 非常的有效 那個複習的重點是在它的頻率跟次數 好 而不是在一次要記多少的東西 好 好 所以 呃 我們第一個基礎練習就練習到這邊 好 所以等一下我會再考各位 還有沒有記得這一件事 好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 用這樣很簡單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 把剛剛的這個新制圖呢 可以很快的記起來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它的重點 好 各位剛剛在在那個 摘要新制圖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其實新制圖 第一個它的工具你一定要挑很簡單 工具越簡單 越能夠focus在我們想要學習的東西 或者在我們的思考 跟解決問題的那個歷程上面 所以你不要讓那個複雜的工具 去影響到你的思考 那早期 欸 新制圖工具很多 為什麼不用free賣 free賣跨平台 然後 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新制圖工具 那為什麼不用 因為當我去試的時候去發現 那個free賣 你按一個節點 新增一個節點 它要半秒鐘才跑出來 那其實當你很有靈感的時候 那個半秒鐘的時間 你已經想了三四個了 所以覺得那個工具不好用 然後再來為什麼我就 為什麼我剛剛說我不太 就是在那個 就是當你了解簡單的 那個新制圖運用之後 其實像中年級 剛剛講那個有沒有 市面商業新制圖那個操作手法 你就會發現這個東西太繁瑣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真的規則太多了 那規則太多其實是為那個商業新制圖 他為了 要賺終點 賺時間 他把它弄得比較複雜一點 那其實對你自己的記憶 是有效 但是他的那個CP值沒有那麼高 所以工具要越簡單越好 然後簡單到你可以隨時拿出來用 習慣使用 這樣才會變成是你的工具 任何工具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改編工具的用法 讓你自己去習慣 我怎麼使用最方便 那個就是最好的工具 好 那所以回到我們剛剛這邊來 那所以剛剛那個 我們在做這個 這個新制圖的時候 剛剛我們最原始的地方 我們讓各位直接去 去做各式各樣 也不夠了 就是你會找了很多的 寄了很多的摘要在上面 那我們待會兒如果有時間 我們做一下簡單的作文練習 他會開始發想 你想到的東西會一直放在旁邊 這個動作叫做水平思考 我們等一下會練習到 好那我們就等一下再講 然後你剛剛做了簡單的分類對不對 那個分類其實是運算思維裡面的 系統拆解 然後你剛剛那個從 從那堆知識裡面學習到之後 把它變成關鍵字 那個地方其實是運算思維裡面的抽象畫 好抽象畫 好那所以 當你去做這樣的一個練習的時候 好你會發現你的知識 都被你濃縮了 你那堆東西 你那堆知識 都被你濃縮成一個關鍵字 或變成一個符號 變成一個關鍵詞 然後你就可以再學其他的東西 那你在學習每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在學習每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只要Focus在這一個東西上面 好然後等到你這個東西學會了之後 你只要Focus在這幾個裡面 你就會發現學習是 他的他的那個學習的負荷 就比較沒那麼大 好就會變得很輕鬆 學習就會變得很輕鬆 那這也是運算思維裡面的 系統拆解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然後之後你會去做一些 一些比較後攝性的認知思考 判斷這個我們 下次有機會再講 好所以這是以上第一個練習 好接下來各位請你 把那個GEMBO打開 我在那個 我在訊息列上面有分享那個GEMBO 的位置 請各位進到GEMBO裡面 好這GEMBO呢 我們現在來做另外一個練習 就是當我要刺激思考的時候 那GEMBO這個方法其實是 模擬那個紙本操作 各位之前參加很多研習 在現場研習很多老師會用便利貼 對不對 然後你會買很多的便利貼到處貼貼貼 那其實這個方法就是就是那個方法 這個在日本叫KJ法 或者有人叫頭腦風暴 什麼都好了 那其實用GEMBO也可以操作 那所以現在遠距時代 你不能跟學生在現場貼便利貼 所以我們用GEMBO來操作 好那請各位想像一下 我現在做這個練習是 我怎麼教學生寫作文 怎麼教學生寫作文 那就模擬你在你在課堂上 或者你在遠距上課的時候 你要跟學生帶作文的時候 好那我們就會先討論 因為一看以前早期寫作文 你還沒有任何學習方法的時候 就直接發作文簿或發一張稿子給學生 就跟他說我們題目給你了 然後就叫他開始寫對不對 我想你自己也當過學生 你就會想 哇腦袋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寫 好然後很認真的 稍微認真一點 老師會跟你說 我們這個壁旅是繼續文 繼續文呢有四個段落 起程轉合 然後你就叫他去想 那我一開始起要怎麼寫 那因為學生沒有任何的 先輩知識或者沒有任何的討論 他一開始我要怎麼破題 我要怎麼進去 這地方就會讓學生耗掉一整節課 甚至怎麼想都想不出來 所以這是寫作文跟發散思考 跟我們平常要做溝通討論的時候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用心智圖 用這樣的一個手法就會發現很簡單 那我現在就帶各位我們來一遍 好我們這一次的題目就是 題目就是我的壁旅 那請各位 如果你有任何 只要我一提到我的壁旅 假裝你們是學生 小朋友你 現在我們那個期末要去做畢業旅行 那如果你想到壁旅 你有想到什麼 你就 你可以用這個 來直接複製 複製一張 然後就想到什麼 比如說 我要帶 帶零用錢 那他就想到什麼 他就複製一張 剛剛要先點複製 我剛剛點到編輯 好的這我把它改回去 然後你就想到什麼 你就直接貼上來 然後呢你也可以從這邊 這邊這邊有一個貼標籤便利貼有沒有 好各位可以一邊開始做了 你可以點一個便利貼 然後直接貼 比如說我想到 我們想要去哪些景點 比如說小人國 隨便他想 隨便他想 然後他可以選一個自己的顏色 貼上去 隨便他想 好請各位 來各位都想一想至少 我們現在在線上的有12位老師 請各位老師直接想了貼上去 好你想到什麼你就貼上去不要客氣 我們給各位一兩分鐘 任何東西 任何東西都可以貼 想到什麼就貼什麼 比如說要帶什麼零嘴 我們要怎麼去 坐火車 火車坐那麼久 車上可以幹什麼 然後住宿 第一次外宿 好高興 然後 跟同學晚上要幹嘛 白天去玩 玩景點嗎 晚上在宿舍要做什麼 然後呢 因為是秘旅 那可能就快要畢業了 突然有一點點感傷 以後要怎麼聯繫 好 等等等 然後 想老師帶了我這麼多年 那未來呢 可能就不會陪著我們上國中了 那所以呢 是不是可能有一些話要跟 某些老師講啊 跟某些同學講啊 表白啊 等等等 好隨便老師貼 好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繼續了 你想到可以再貼了 那這時候呢 你就學生就開始 拉哩拉扎的 就貼了一堆東西 對不對 貼了一堆 一堆東西 想到什麼 這時候我們都不拒絕 就讓他貼上去 那如果你是用 心智圖 如果是遠距的方式 我們就可能會用這個 卡狗 等一下再來練卡狗 會講一下卡狗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是操作這個 便利貼的方式 好 那所以這時候呢 第二步 你覺得差不多了 就跟同學 就停止跟同學的討論 好這時候同學就不要再貼了 好我們先到這邊 好那各位我們 主題在中間 這時候我們會先做個 簡單的分類 簡單的分類 就是說 我們 就開始會跟學生講說 那個 我們既然是寫 這個秘履嘛 這是繼續文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就 來加個東西 圖片 等一下這個不是圖片 在這邊 Jumbo這邊有一個設定背景 你可以自己加圖片 我剛剛有做一個 我用簡報了 然後 背景 好 我用簡報 然後拉那個 表格 拉表格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背景 好 當然這個比例不一樣 好 那這個背景呢 我把 我中間打了四個字 起層轉合 起層轉合 好 起層轉合 那所以呢 你 我們等一下簡單的分類呢 請各位 你覺得 第一段那個起 我的作文 起層轉合 這四段是 跟大家差不多了 起就是怎麼開頭 你可能從哪裡開頭 然後去 我要寫我的庇履 我要從哪裡做開頭 會講到哪一件事 你就把那一件事拉過去 拉過去 然後呢 成呢就是承接 這裡面的事件去擴大的去說明 解釋 或者是去說那個整個歷程 或者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這個轉呢 好 轉的部分呢 就是 你在這整個 庇履的過程中 可能遇到了一些 突發的狀況 負面的狀況 不好的事情 可是呢 請你用 到時候要用正面的話來講 學習到的一些教訓 或者怎麼樣應該改善的一個方法 好就是一些突發事件 額外的狀況 放在轉這邊 然後最後結論的地方 就是 你要做一個心得 或者是整個感想 或者是未來的期許 你就把它放在這邊 好 請各位簡單的幫他分類一下 把它移動一下位置 好請各位把它移動一下位置 好 像這個吃泡麵應該是放在層這邊 對不對 因為他可能在這個晚上 睡覺之前 大家都很喜歡吃泡麵 那個泡麵 是庇履很重要的重點 然後做遊覽 很多都是可以討論的 好 那交多少錢 這件事情可能是 在一開始 會跟大家討論的 然後去哪裡玩 也是一開始會討論的 然後可能討論要帶一些零食 什麼 日期 然後地點 地點的話 可能是在 那個 你中間的一個過程的紀錄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這邊 就可能是你們剛開始要討論 要去 要去的地方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所以你請大致跟 大致講一下 呃 帶一下分類 好 那當你覺得差不多了之後 那有些 呃 大家可能 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 那分類的部分 我們先暫停到這邊 好 請各位先停止動作 好 當你第二個步驟分類完了之後 好 分類完了之後 你大概看一下內容 除非有一些特別不合適的東西 你再跟他們討論一下 再拉過來拉過去 那此外呢 你要注意的重點是 欸 結構上 你的架構上 有哪些比較缺乏 或者哪 像這邊好像太多對不對 太多 你一個段落可能寫不完 那麼多 那你待會可以跟他討論 那像這個比較缺的 我們要去補 地補的 就要 發起第二次的討論 就跟同學問說 欸 那所以 你看每一個段落 好像都有 東西可以寫了 那所以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最後的結論 你覺得那個 我的畢旅 這個畢業旅行 這一件事 給你 帶 給你帶的人生的一些起事 或者你經過這個畢旅之後呢 可能會有一些期許 或者有一些想要跟同學事後的一些回憶啊 或者怎麼樣可以留紀念啊 之後 是不是還要有一些溝通聯繫的事情 來請各位針對 這個部分 未來的期許 這個部分 或者想要 這中間發生的一些事情 有沒有覺得怎麼樣可以 有更好的處理方式 改善的方式 來請各位 一分鐘的時間 再貼一下標籤 好 再貼一下便利貼 各位再想一下 比如說這時候可能 有個同學就想到 我想要建立 日後聯繫的方式 因為要畢業了吧 想要留下跟各位這個以後聯繫的方式 就會有同學想要把它放在這邊 好 各位還沒想到什麼 我們再貼個幾個 旅遊日誌很不錯 這可以在人生留下一些紀念跟回憶 也蠻方便做那個日後的後攝自主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摘要 好 所以我們那個第二個分類完之後 第三個步驟其實就是做檢視那個結構架構 檢視結構架構 然後做一點調整 好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暫時先停到這邊 暫時先停到這邊 你覺得差不多了 你覺得應該有很多足夠的題材可以寫的 好我們就暫停了 好 那各位同學 我們經過剛剛各位的這個水平思考 就是不斷的發想 然後透過簡單的分類 然後檢視那個架構之後 簡單的調整 我們再做一點補充的之後 各位 你的作文的基礎的素材跟架構已經基礎完成了 那所以第四個步驟是要做什麼呢 第四個步驟就是要就這個內容 把它串聯起來 變成一個段落 變成一個小故事 小段落 所以你看 你在起這一邊 你看應該就很好起了吧 終於我們要去畢業旅行了 然後我這一輩子沒有出過花蓮 那看過人家 很多人去過劍湖山 去六福村 啊 小人果好多的遊樂設施 我終於可以玩到 那個 什麼 什麼 雲霄飛車 太刺激了 想到都覺得開心 我 我們坐火車過去要幾個小時 然後我要帶些什麼東西 我最愛吃的零食 平時媽媽都不准我吃 什麼泡麵什麼的 科學麵 這一次 我一定要帶滿我的科學麵 然後 把包包都塞得滿滿的 就這樣子 你看第一段就可以寫得很豐富 對不對 寫得很豐富 然後呢 然後又講到這個帶零錢 帶零用錢 他就可以開始想要存錢 對不對 好所以第一段就很豐富了 那第二段呢 你看 中間發生過的事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可以 也可以是這裡面對不對 好所以第一天我們去小人果 啊這個 我竟然可以跟比薩寫塔一起合照 等等等 你就可以把中間的一些趣事 細節 做一點描述 他們就可以把第二段寫得很豐富 好然後第一次在外面過夜的經驗 老師還帶我們去這個 欸 森林裡面 好恐怖喔 貓頭鷹在叫 好可怕 我的心都快要跳出來 然後 讓他再加入一點那個 多元智慧嘛 那個感官的 放大 然後甚至 你用到一些成語 片語啊什麼的 那個把它放進來 用到一些故事 然後那個轉的部分 就是你也舉一些例子 好他們第一次跟第一次外數 好然後跟幾個同學 可能有些同學啊錢包掉了 發生了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誰 半夜打呼 好大聲 還磨牙 嚇死我了整個晚上睡不著 等等等 這些有趣的事 那錢包掉了 然後後來 大家陪著他找找不到 然後很傷心 然後後來怎麼處理 後來 後來 大家怎麼幫助他 這整個歷程 然後到最後 你怎麼去 鼓勵他們就是 比如說 這是一個美好的回憶 那美好的回憶 你怎麼去做紀錄 將來可能七到八十的 你會回憶的東西 大概就是把旅遊日記拿出來看 然後照片收集紀錄 翻開來看 這些東西就是你日後美好的回憶 然後你的同學陪伴你 你國小六年 老師陪伴你可能兩年或四年 然後我們要感謝他 然後你買了一些紀念品 然後回去送給媽媽 送給爸爸 然後等等 聊不完的天 然後我一定要留下 我一定要跟大家保持良好的聯繫 然後以後 我們這一輩子的好朋友 永遠不能忘記之類的 好你看 你看 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材料好寫 你還怕他作文寫不出來嗎 所以他第四個階段就是把這個故事 連接起來 順一順 挑自己的材料 順起來 把它豐富 那這樣的一個 作文寫起來 至少架構完整也有八十分 加上你剛剛 那些多感官的融入 多元智慧的融入 各種方式的形容 然後心理的感覺加出來 至少也有九十分吧 好 那所以這其實也可以用 新制度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所以 這樣其實 剛剛我們在想的過程中有沒有 這個其實就是 那個水平思考就是不斷的發散 不斷的讓他一直想一直想 然後你在想的過程中 你不要有任何的限制 你不要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好 你就讓他放 好然後接下來 我們在 因為用這種方式 呈現他大概就是一層兩層 所以我們後來在 增加了起層轉合之後 把這個放在第一層 那他的東西就變成第二層 所以如果你把它用成 弄成新制度之後 他就會變成有兩層 作文的題目 然後這個就是起層轉合 然後他們的東西就會拉一拉分類之後 會放在這個起層轉合的後面 所以這樣子也可以達到 新制度的一些簡單的運用 所以這是用來做討論 用來跟同學討論 或用來寫作文 用來做那種集席的演講 臨時的一些想法 他都會很好做處理 所以你要訓練小朋友演講 訓練小朋友很快的寫作文 那個作文比賽什麼 像國語文作文比賽之類的 非常的好用 那你跟人家討論事情 跟人家討論事情也可以這樣貼 然後也可以用新制度去處理 所以各位就發現 原來這種各領域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使用 尤其是跟人家討論一些想法的時候 異常的好用 不會再跟你說老師我沒有靈感 我腦袋空白每次一看 一看到作文那個題目一出來 我就是回家三天三夜不能睡 因為不知道從頭開始 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那因為這個是一開始就發散的思考 他不需要一定要從第一段開始 所以你就可以任何想法可以在這邊做整理 好 所以他就非常的方便 好 那所以我們再回到剛剛的新制度 所以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整合的部分 整合的部分 然後去做一些後面的處理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剛剛練習的是這個 Jumbo的操作方法 那他如果你在班上 就是實體課程 你可以用便利貼 就不需要電腦 或者是不要的紙張 用膠帶就可以操作 那管你要貼黑板 貼牆上貼不要的海報紙 貼不要的閱歷紙 分組思作 個人思作 其實都非常的方便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去使用的方法 那我來介紹一下那個Jumbo 那Jumbo 因為時間的 不是 介紹一下那個Cargo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Cargo 各位就是體驗一下 那各位麻煩就登錄一下 我在連結上面有給各位Cargo的位置 請各位 登錄 他用那個Google就可以直接登錄 所以你用你的帳號 就可以直接登錄 那登錄之後呢 各位可以去搜一下信 因為那個 正義老師有 前幾天就有給我各位的電子郵件 所以我把電子郵件加在共用的 那個內容裡面 當你一進那個 一進你的Cargo的頁面的時候 Cargo它是一個免費的 雲端共用的新制圖 不過免費的部分有些限制 就是它只能有三張 三張 有鎖頭的 就是private 就是自己的 私密的新制圖 它可以有三張 那如果你三張使用超過的時候 你的第四張 就必須得public開放出來 就是一定是開放的 只有三張可以是私密的 另外其他都是開放的 就別人可以搜尋的到看的到 不過你是如果是上課討論 應該沒有差了 好處是它可以直接怎樣 共用 那不夠比較麻煩的就是 它的共用是用電子郵件共用 所以你在打開你的這個 打開你的Cargo之後 如果你想把這一個部分共用的時候 你就在右上角這邊 你會看到你的一堆人頭對不對 這邊會有個加號 你只要把你的電子郵件 那個Excel表單裡面 你們學生應該都會有 你們都會有檔案 電子郵件整排選起來 直接貼 直接發送就好了 不用做任何格式的處理 蘭位整個 整個蘭位把它選起來 電子郵件 然後直接貼在這邊 貼好之後直接發送 他們這些人 就全部有共用的權限 好那所以各位 你可以嘗試的在 這裡面就可以去新增加指節點 那這個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我給各位練習的是 我們在當我們要去了解 一件新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去做一點分析 或者你要做企劃的時候 你要做計劃做企劃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把第一層 第一層我們會把它拿 用5WH 那現在已經進化到5WH 來做分析 也就是說你的第一層 你可以用5個W 跟人有關係 哪些人 假設我們這個主題叫做 各位如果在學校以後要申請 精進教學計畫 那你要寫這個計畫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 了解一下計畫的內涵 所以我就要先分析一下 跟人有關係 我這個計畫是為了誰 為了哪些族群申請 然後你就把人寫在這邊 我是為了哪些 這個計畫是for哪些人 然後可能他的工作人員 也是跟人有關 我就寫在這邊 就貼在後面 然後這是一個什麼樣的 精進教學計畫 What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教學計畫 我是為了科技教育 還是為了閱讀理解 這是什麼樣 我的內涵是什麼 那我為什麼要辦這個 精進教學計畫 我為什麼要辦這個計畫 我的用意是在哪裡 因為我想提升整個學校的什麼 課程的什麼水平之類的 然後How much 這是2H裡面的其中一個 就是我的錢 跟錢有關的東西 比如說我 這裡面我可以申請到多少錢 那我用在終點費是花多少 然後內聘外聘是多少 那我雜資可以有多少 跟錢有關係的 然後我辦理的時間 是在週三下午 還是週六週日 然後How我如何去辦理 我是用遠距的方式 還是用工作方的方式 還是用演講 還是用演習的方式 然後辦在哪裡 這個 當你用這5W2H的方式去做分析之後 做企劃的分析之後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 其實你要去寫一個計畫 或者你要做一個規劃 做一個計畫的時候 很簡單 因為這裡幾乎有了所有的面向 5W2H 就幾乎有了所有的面向 所以你去做計畫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落高 各位你現在你都有權限 所以你在共用那邊 請各位可以點進來 你可以試著去加 比如說 我要如何辦 那你可以在這邊點加號 它就會增加一個節點 那你就直接輸入 我要用週三進修 然後你覺得還要再加 我要用工作方的方式 各位可以試著加一兩個節點 它的用法應該是很簡單的 就直接在那個節點上面按加號 它就會直接增加 這個位置呢 位置是可以直接拉動的 直接這樣拉 看你要放哪裡 都可以放 所以形狀可以自己決定 各位目前應該都有編輯權吧 可以試試看嗎 這部分我們就 就稍微了解一下 各位試試看可以編輯 已經有老師開始在編輯了 那你會發現 你在編輯的時候 別人是可以看得到的 別人可以看到你在編輯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編輯 只要你有允許的這些任何人 那不過 因為我沒有試過Cargo一次 可以多少人一起編輯不會lag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我已經有人在動了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編輯一下 那這個是雲端共用的一個新制圖的方式 好我們給各位一分鐘 好我們給各位一分鐘試一下 好我們給各位一分鐘試一下 好有老師要辦在研習教室 好那因為它是用瀏覽器的版本 所以換句話說你用平板 用手機也是可以使用的 它是一個跨平台的方式 那我自己比較少用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長得很醜 但是還其實還 其實在討論的時候 雲端的工作是蠻方便的 然後它也可以即時也可以飛即時 可以飛同步 同步飛同步都可以做 但是這唯一麻煩的就是 你必須要有對方的電子郵件 你才能夠把它加進來共享 加進來共享 好那我想各位就是有空可以再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 由於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不再繼續了 好 好那這操作也不難 好那接下來我們回到剛剛的新制圖 好那手機 各位如果去那個Play商店 或者iOS商店 你也可以直接打Xmine 他們會有APP可以使用 那我不知道蘋果的有沒有Xmine 這個我不曉得 那個 好有位老師想要試一下 Cargo 我把它加一下 所以各位在加的時候 這邊點加號 把他的電子郵件放進來直接發售 然後那個對方會收到電子郵件 同時 他登入Cargo的時候 直接會看到那個共用的 直接會看到共用的這個新制圖 好 好剛剛那個正義老師已經加進去了 好 好那我們就繼續囉 好所以 那你如果習慣的不是Xmine也沒有關係 有很多APP都可以使用 那你自己找一個你最習慣用起來最順手的 其實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今天呢 在操作的部分 讓大家很簡單的了解了一下 這個常用的一個操作的方式 那簡單的講了一下重點 然後我把這個新制圖稍微帶一下 其實曼陀羅各位應該比較常 多人聽到 而且中年級用的比較多 那其實曼陀羅也是新制圖的簡化版本 那所以如果你去網路上搜索一下曼陀羅 它有很多種用法 有那個順序性的 也有多層次的 那最近那個大古祥平的人生規劃的那個曼陀羅也很紅 那新制圖一樣可以這樣子做 一樣可以這樣做 那案例我們下一次再跟各位做分享 好所以這些都是屬於新制圖的一些用法 它的應用實在是 竹帆不及被宅 任何領域都可以找到方法 都可以找到使用的一些案例 好那基礎的操作呢 剛剛有跟各位講 簡單的就是其實就是發散思考 變成抽象化成節點 然後分類 簡單的去分類 然後分類歸 這是同一個東西 好那標記 這邊再簡單的說一下 那當你要去做一些標記的時候 那或者是說有人會說 新制圖沒有收斂 錯 新制圖有收斂 怎麼收斂 比如說這幾個 你想要把它歸類 那選好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括號 你可以做一下總結 做一下簡單的總結 這個就是歸納 歸納總結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呢 做什麼 也可以做 這裡有一個叫做外框 你可以把它整個框起來 比如說這個地方 框起來之後你點兩下 有沒有 他一樣可以做歸類 做分堆歸類 那他一樣可以做關聯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插圖 可以拿來做 發散裡面的節點 那你就可以點一下插圖 然後按一下箭頭關聯線 然後點到發散這邊 然後他這個黃色的點呢 是可以做彎曲幅度的調整 然後關聯線上面呢 也可以去註記 去註記內容 所以他是歸納 關聯 他都是做得到的 都是做得到的 所以這就會讓他進階的更好用 那他當然也可以放插圖 放插圖 然後也可以做註解 也可以做超連結 甚至多層次 你要在這個下面 在新增加 插入一個新字圖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就我們有用到再來講了 這個就算比較 這個已經算進階了 好 那同樣的 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們講比較重要的 就是 新字圖的用法 其實 如果你把像我一樣 你什麼都用新字圖來做處理 那你會發現你的能力真的會快速的增加 快速的增長 那新字圖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你在自主學習上面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你做好之後 最好你把它印一張出來 張貼在你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這有一個心理學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它有暗示作用 第二個它有後色認知的作用 它會讓你的腦袋隨時的保持關注這個東西 那只要有關注就有學習就有複習 只要有關注就會引發你的聯想 隨時就會去想到 好甚至你走在路上看到某一個現象 因為你常常有在關注這個重點 你就會想到跟它的關聯 就會引發你的創意 好比如說 我現在就很習慣了 因為後色認知就 因為新字圖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強 那所以我在 不管是在 學人家上課學人家的東西 或者是在網路上 或者是在看書 學到人家的一些心得之後 我都會加上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在教育上能夠運用的方式 那所以 只要這兩個東西 你能夠變成習慣 你未來就會變成那種 神人之類的 Super Teacher那一種之類的 因為這兩個就是 一般老師跟Super老師很重要的不一樣的點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如果是學生也是一樣 因為他既然都貼在那邊 他看一眼就能夠恢復記憶 那你就等於是利用零碎的時間做學習 然後如果你是把你自己的人生的目標 貼在醒目的地方 那你就會 保持一直對人生目標的關注 那你學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 都會一直跟你的人生目標做一點關聯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會建議各位 把這個工具用成習慣 用到 你不要想它太複雜的功能 你用最簡單的方式 用自己的方式 你就每天都用心字圖 不管是工作 不管開會 還是寫計畫 或者是在討論事情 或者是在你要去做演講 要上課 要備課等等 你都用這個心字圖來做準備 我們下一次會跟各位分享 我的那些 給各位那些心字圖 每個在哪裡 好 那所以它會有一點像 卷宗夾的概念 我不曉得各位 如果你新去一個學校 你接了新的業務 你都習慣會跟前人要他的卷宗夾 這個是智慧的結晶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會好像有你的智庫一樣 你將來做辦的活動 寫什麼計畫 執行什麼事 你也會有一些卷宗夾 那所以這就是你的智庫 就是你的寶庫 未來要用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新字圖或者卷宗夾打開來看 我就知道這件事要怎麼辦 所以即使它是10年沒有辦 20年沒有辦 你下次要辦的時候 卷宗夾一翻開 新字圖一打開 馬上瞬間恢復記憶 然後你可以結合其他理論 那新字圖跟幾乎所有的教學理論都可以結合 而且都是符合所有的認知記憶相關的理論 教學理論全部都符合 未來你如果想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可以分析給各位聽 然後另外一個很好用的就是 當你如果運用它做 比如說你 這個我們下次再做分享好了 今天時間不夠 它可以讓一個人 擁有自製的能力 他做了簡單的系統拆解 比如說把你的人生目標 拆解成幾個面向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規劃 然後你就可以做自我控制 因為我今天這個做了那個沒做 我在國小上學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這個 然後我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標記 我在上大學可以做哪一樣 做一些簡單的標記 那你在哪些東西做好了 可以做個註記 自我控制 然後最重要剛剛講那個 如果你的後色認知建立起來之後 這個是要學的 我剛剛講那個變成神人的那個 那個保持腦袋的關注 跟隨時引發你的想法 這個部分 如果你把它用上去 你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好這是成為學霸 成為這個業務霸 成為教學霸的很重要的方式 而且不難非常的簡單 那還有一點點 十最後幾分鐘 我先先來抽獎一下好了 剛剛講要抽獎 好那個抽獎的時候麻煩 如果你有在現場 你聽到你的名字 好如果你聽到你的名字呢 請你 在 請你在那個訊息列上面 喊個 喊個YOU好不好 喊個YES喊個YOU都可以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是熊哥的抽獎 的那個小程式 好 最後 要提醒各位老師 就是 我們國小 我們身為老師 就是國小老師常會把學生盯得很緊 讓他沒有自主思考的空間跟時間 也沒有讓他有自己思考的機會的學習 所以這個是其實是很不好的一件事 因為老師最常發生的就是 現在就只能做這個 你不要做別的 就是盯著小朋友盯太緊 那這種 這種學生到 到國中去 老師很頭痛 因為他不會自主 好變成要 要編著走 那所以會建議希望 老師們給一些 多給一些思考的練習 好 這樣他才會成長 那國中老師的部分 比較長的是我們 只教技術 教知識 但是各位不曉得有沒有發現 這個技術跟知識 現在網路上都學得到 所以你要教他呢 其實更重要的是 怎麼去形成智慧 跟怎麼學習到這些 知識技術的方法 關鍵 那我覺得新制圖是一個很棒的工具 我覺得這個更重要 那怎麼樣藉由這些 內容的學習 去跟生活做連結 然後未來都用得到 以我們科技領域來講 我們現在都在教寫程式 但是如果你 真的只有教寫程式的話 那個學生未來 根據比例 只有6%的學生 未來會走到 那個比如說資訊領域的路上 那也就是說一個班只有兩個人 未來會有用 那另外28個人是陪葬的 所以唯有你教他變成 把這個能力教成生活上都能用的 能力跟技巧 這個對他才是一輩子有用 好那在 行政跟教學的部分 就是 因為我們是老師 所以我覺得任何計畫 要扣著那個願景跟目標 不要浪費錢跟浪費力氣 好這個日後再分享 那教學的部分呢 不管你是教哪一個領域的老師 你教他知識 給魚吃嘛 不如教他釣魚 但是呢你教他釣魚呢 不如教他怎麼樣 可以做釣竿 怎麼可以做出不同的釣竿 釣不同的魚 可以形成自己的智慧 這個才是更重要的 好我想今天的 演習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想就先到這邊 那我把時間 交給正義老師 謝謝 我回答一下問題 有老師問 那個新制圖有分享 各位我 我在那個分享資料夾 給各位的各位都可以下載 而且我的自己的東西 全部都息息授權 所以隨便你用 你要拿去擴散也都沒有關係 你要拿去修改都可以 沒有任何限制 你用的時候也不用提說 那個是邱文勝做的什麼 都不用 隨便你用 我們就是基於 教學的分享的方式 然後各位盡量用 隨便你改編 變成自己的東西都沒有關係 那所以你只要在那個 雲端分享的資料夾 直接下載整個資料夾就可以了 然後那個計時APP 那個是Windows本身內建的功能 你在左下角那邊 點一下放大鏡 然後搜尋鬧鐘 他就會跑出來了 那個很簡單很好用 以上就是答覆 謝謝